我们的课程以运动休闲 健康永续为主轴 与学生一起乐活学习 学习乐活 台师大乐活EMBA 11月29号到12月8号开放报名 12月3号下午2点 招生说明会免费参加 详情请上台师大乐活EMBA官网 每天我们都努力给家人最完整的守护 人不是全能 忙碌生活中难免有疏忽 但你的爱可以无所不能 全能狗S 世面唯一 可不去除跳蚤 鄙视 同时预防心思虫 每月一次内外驱虫 让狗狗远离致命威胁 保护裁权面 全能狗S 守护您的家人 让爱无所不能 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1500 乡场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Ecount 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Ecount 哎哟 走路挂挂 别人诺啊 你需要提升行动力 我是圣昌制药 李威柱博士 对凭顾关事针 通过国际认证 及76年制药经验 内涵归入萃取 不要糖胺 暖骨素 胶原蛋白 四种灵活元素 哦 滋润保养 超有感 登上百月不是梦呢 顾关事针 陪你逆转人生 全台驱城市 大树药局 及盛昌合作通路 贩售中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记这个林志坚的论文 被台大撤销之后 这个今天又劲爆了 这个桃圆市长郑文灿 前桃圆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 还没交接 桃圆市长郑文灿 今天下午5点10分 发布声明 他说呢 他确定接获台大通知 针对他在 2011年台大国发所 硕士在职专班的 硕士论文检举案 经过台大社科院 学人会审议 以严谨的学术论文规范 认定是有涉及抄袭 所以呢 撤销了 这个论文资格 也就是说呢 这个硕士的 title没了 这个论文也被撤销了 所以这是 一个蛮大的一个消息 提供提供的参考 不过郑文灿 他本人发表的看法 是不承认有抄袭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 他是基于对 中国民主化议题的关心 他说他在就读 台大国发所 硕士在职专班的时候 选定的论文主题是 中国大陆的基层 民主的演变 2011年完成的 因为当时的时空条件 没有办法进行 实证的研究 那所以 以文献分析法进行 先后参考 包括书籍 期刊 网路文献 超过百余种 他说他写论文 引述广泛 没有抄袭单一论文 也没有抄袭的动机 他是就等于说 他是不承认 他有抄袭了 基本上 我个人是觉得 但我没有我的评论 我是觉得说 如果说 你没有办法进行 实证研究的话 那你应该改个题目 就可以做实证研究的题目 这个硕士论文的题目 非常多 不像博士论文 你要创造一个理论出来 硕士论文 你只要研究过 以前人研究过的题目 再加上 你新的这个论述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硕士论文 那题目 其实可以定罢罢就 好了 这个就是这样一回事 好 那这个大家我们 这个不是我们 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 2023年该做 调整投资配置了吗 我们现在目前直播现场 广播的现场是 Smart制服月刊的 林振峰社长 振峰你好 毛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 题目是12月 你们的封面报道 可见你们蛮重视 明年的一个资产配置 是现在目前就应该 做先布局了 对不对 因为每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全球各大资产管理公司 也会多 对明年做一个outlook 就是整个明年展望 那我们Smart杂志 当然也会每年 在这个时候 就希望提前 在这个1月来临之前 先把这个各方面的整理 然后跟这些经济经营人的重要的专访 来谈一下 在明年整个的资产配置的状况 有一个怎么样的方向 让大家有一个遵循的基本的参考 好 那现在目前看到的方向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方向 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一个当然就是说 大家最关心就是 今年的股市是空头 然后明年大概到底会怎么样 那这个综合分析来看的话 前面刚才也听Margut谈到 就是说因为明年 全球的经济应该是 普遍还是比较低迷的 特别是欧洲会衰退 那日本看起来会成长 甚至可能会比美国好一点 但是因为日本现在在全球经济的意义的占比就比较低了 那美国可能会大概只有是一%左右的成长 这是高盛的预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明年的全球股市 你大概可能期待 你有一点平稳的波动 如果说你的低买高卖做的好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点报酬 但是你希望它是一个牛市 这样持续上去的大反弹行情 可能是不太容易 这是股市的部分 那另外在在市的部分 可能状况会好一点 就是因为今年以来 这个在市也是跌得很深 那因为利率拉得太快 那利率现在拉到现在 可能已经到了相对一个高点的部分 因为市场的利率会反映的 比实质的利率还要在 实际率还要快一点 所以可能到明年 也许到第一季的时候 因为现在预估大概联总会升息 大概明年第一季差不多了 最晚也大概可能五月就会暂停这个升息 那从市场现在的利率来看的话 明年的通膨的预估可能也就在 可能会下降到4.5%到5%这个区间 也就是说如果实际来看的话 实质的利率会明年会翻证 那翻证之后这个 市场会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 然后同时债券的利率也来到 这个过去10年来最好的位置 就是说过去10年来 你很难看到公债是有将近5%的利率 然后投资等级的债可能会有6%7%的利率 然后这些非投资等级的债可能会上看到10%的利率 所以在这个点上来看 如果纯粹就利率点上来看是还蛮不错的 但资本利得的话可能不太立刻容易发生 因为明年看起来就是 债券就是到顶的利率到顶的阶段 那可能有机会是 如果说在价差方面有一点反弹 是因为前面因为大家对利率的看法悲观很多 就认为它会一直在冲上去 所以也造成了可能就是债券 可能在价格上面会跌得相对深一点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它如果有一点反弹的补回来 这一点资本利的空间可能是有的 但长期来看你要利率 在从紧缩到停止紧缩到再变成宽松 我觉得还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可能在明年还不会发生 那这个是债券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 明年因为市场也比较 没有明确的牛市的方向 所以一些比较稳健型的标的 可能或是说跟大盘联动比较低的标的 比如说医疗保健类股 或者医疗保健基金这种 因为它跟大盘的整个联动会比较小 通常他们在这个市场无方向的时候 就是进入市场进入无风带的时候 就会表现得相对好一点 因为这时候它的 这种产业就受景气影响比较低 它个别的公司的 只要它在营运状况还不错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赛券跟医保相关 对不对 这是应该看起来明年投资比较明确的方向 那台股最近在猛拉生技股 是不是也是这个方向 就是说生技股最近在涨 是不是为了明年一整年的行情铺路呢 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短时间的上涨的行情呢 我觉得台股的生技股是今年就提前反应了 整点就是今年台股生技股的波动 又比全球的生技股大一点 因为台湾这边的这几年波动比较大 都真的是比较偏向这个新药类型的股票 这种所谓的这个医疗器材类的 这几年反而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表现 那跟新药研发有关的呢 通常就是一个当市场的资金 它没有一个好的去处的时候 就会去找这些有新药题材的 然后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那所以台湾因为也相对来说 就是台湾的这个生技产业的 这个因为市场进出太猛烈 我反而是比较要请大家要小心一点 是因为他们波动真的相对比较大一点 虽然我们刚才讲说 全球医疗保健类 它会是一个像明年可能不错 可是台湾的这个生技类的波动 有时候方向反而比较难测 它真的比较纯粹 就是在资金的快进快出 这个方面要谨慎一点 你会买生技股吗 我其实买的比较少 我以前会买医材类 医材类以前的这个 他们的获利还蛮稳定 对 EBS也看得到 对那说真的 就生技类股 尤其是新药 我自认为我的研究很少 然后我能够得到的讯息也有限 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去避开 跟新药研发相关的生技类股 OK 其实有些挂牌在这个生技类股里面的台股 它股价其实都还蛮稳定的 对 就是你所讲的 医材那种其实我以前还蛮喜欢 你就是说因为台湾其实制造能力本来就强 然后这个医疗水准说真的 台湾的医疗水准在全球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所以在结合了这个医疗水准 跟台湾的制造能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医材这一类 在台湾本来是表现不错 但这两年倒吃了一点亏 就是说疫情来之后打乱了所有的事 就是原来的医疗需求 因为疫情的关系变缩小 医院大部分都把他的能量去 去针对疫情去做处置 然后反而是真正的应该要的需求 像是有些什么本来应该开刀 没办法去开刀或干嘛 就是造成正常的医疗需求 反而有一点点的停滞或小衰退 那造成这些医疗类股就过去两年来 可能表现就不太好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会在重新上轨道之后 它还是会慢慢还给它一个公道 但是这种股票在台湾的异财类股就不是太会飙的 它就是你也是属于比较纯股类的 你可能要长期的持有 然后看一看它在一个相对低档上 你去用领期的方式去等待 然后也许在一个它业绩好的那一年 可能会有一点资本利得的爆发 大概是这样 基本上他们的比较稳定的异财 他们的日均量都很低 大概就十几二十张这种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没有什么股价波动的空间可以去寄望 但好处就是说他们每一年的配息 其实也蛮稳定 真的蛮稳定 而且有时候在以前这个台股指数还没这么高的时候 这些都是属于高殖率类股 现在只是说大家的股价都一起涨起来 所以这个殖率率稍微降低一点 那前两年就是因为那个 他们在这个医财的更新上面比较少 因为大家就是没有常态性的去更换 那到医院那边的需求比较降低 也就是造成他EPS有点下降 好 所以这个正风是比较喜欢医财这种比较稳定的 但是呢 这种股票真的没啥太大的这个股价爆发力 因为他们的生意大概也很稳定 然后他们的股票交易量也很稳定 而且老板也不太吵股票了 类似这样 那每一年稳稳配息 大概值率有5%左右 这种其实都找得到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买房难道只能做白日梦吗 其实像那个姓昌就是这种 还有泰医啊也是 姓昌太多 那每一年就配个值率大概就是5%左右 股价都几乎都 都稳稳的 有时候就一个横盘 然后99才会涨一次 这种股票真的完全不用看盘 你就买在那边就放着 每年赚5%利息那种 他就是医疗保健 其实全球的医疗保健型的股票 都是这种 你看那个1788 信仓 就是会分成两种 一种生计型 他就不会跌啊 他就每一年配个5块6块7块这样 大股工也不想随便见卖啊 他大股工跟你一样领袭啊 有人问那个社长问题了 也没有提前间隔 我们之前一直都说 他们就是已经要放松了 通宏死灰复量也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有个人说中期利率也有可能会提高 但是升息的速度会变慢 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就明年会比较震荡吧 如果真的利率的终点 他不是停在5% 而是往上突破到6%以上 那就会进入另一种新的情境 那个确实要注意 因为现在的预估市场率 预估率率就要5%到5.5% 那如果要冲到6%以上 就表示通膨控制不住 那真的美国硬着要路的几率就变很大 硬着要路那就完了 那就可能今年底就不一定是底了 那个就真的很恐怖 而且会比较更惨的 就是说这波反弹一定有人进去 那就变成这波反弹进去抢的人 是第二次套牢的 就是层层套牢 这种最可怕 不硬着路的几率不大 对了 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没有 那个情境是比较低几率的情境 不敢说都没有 但是比较低几率 除非战争打得更几率 但是现在看起来战争 已经往收敛的方向去 因为大家都打不下去了 现在只是说面子上也都找不到一条路 大家可以下来 因为乌克兰也不能退 现在是那个乌克兰现在被干得很惨 对啊 现在他不敢退 可是其他人都要避他退 最近这一个月的战争战事是倾向有利于俄罗斯 因为之前就是他们说 所以拜登就开始要和谈 战况不利的时候 拜登就开始要跟那个莫斯科谈 乌克兰那个在那个顿巴斯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他们那个打的哇塞 听说整个铝被包围 乌军一整个铝被包围 因为当时就有听说乌军就做了一个战略性的撤退 那一次 就是上次有个大撤退的时候 那时候现在正在包围啊 那个那个城叫什么 我叫什么鹤的 对对对 那个打得很凶啊 那个地方脚漏鸡 希望赶快结束这些 真的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豪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石马智富月刊的林振峰社长 我们谈这个明年的资产配置跟布局 刚刚讲三大方向 第一个债券 这个我蛮认同的 就是攻守兼备 第二个呢 就是股市近代估值的回复行情 美国日本股市呢 是看好 不过最近日本股市跌的蛮惨的 这个过去六个交易日五天下跌 今天又重挫 不知道日本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最近股市跌这么惨 那第三个呢 就是配置医疗保健这些产业 增加投资组合的抗震力 这三个方向 事实上在衰退的情况之下 就是衰退模式下面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市 包括医保 或者说讲说这个公用事业 通常都是比较资金会去的地方 那科技呢就不被被看好 那这个是明年可能的主周 当然是可能而已 那至于说在三大利多加持 在个债券的长线布局 到底该怎么布呢 因为债券的总力也蛮多的 对 继续请教政风 我觉得以明年来看 现在的状况下就说 如果你希望得到比较多的资本利得的话 那你这个持有的时间需要比较长 因为明年来看的话 价差空间不大 那你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保守型的人的话 还是会建议倾向是 以投资等级债为优先 因为现在投资等级债 真的是一个很甜美的位置 就是说你有六七%的 这个低风险的债 因为事实上投资等级债 即便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的这个 他这个违约率也是低于1%的 所以在这么低的违约率的情况之下 可是你又能够得到 这个6%左右以上 甚至更高的报酬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稳定 就是即便你没有 明年没有得到任何的资本利得 那再得到这个6%的利益 其实是比你的股息高非常多的 因为你买下去 20年再一买下去 就是未来20年 每一年都是5%了 对啊 因为至少至少不波动的情况下 对对 他就是先锁住了这个 那而且未来你还有一个好机会是说 大家应该认为 这个利率不会停在 5%到6%这个位置 持续下去吧 应该还是来看 还是会有机会再往 连准连准会的基准利率 应该还是有机会再往 4%或3%这个地方 往下走 如果一旦再次出现这个利率再往下走的时候 那这些债券未来的资本利得就会产生 那这就是长期来看 你还有一个等待资本利得的好机会 那同时我们刚才讲说 如果你买的是这个美国公债 或者是投资等级债 这些风险本来就很低 因为债券是这样嘛 你要利息 但最怕死了本嘛 但这些基本上我们刚才讲这些债券 都是他死本的机率很低啦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太多 就是说如果你买了 如果用期望值来看 就是你可能如果低于1%的这个 这个倒债机率的话 你买100块 那可能有不到1块钱会被倒掉 所以那你如果是买的不是单一债券 你买的是一个债券型的ETF 不是买的是债券型基金 那就那个风险就更低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债券是一个 明来看是一个很好的布局 至少稳健的固定收益的是还相当不错 那少数当然你心脏强一点的人 因为现在非投资等级债 就是以前我们谈的这种高收益债 现在叫非投资等级债 他已经他甚至他利率 已经都来到了10%上下 而且这个因为这些债券型基金的 他去投资这些非投资等级债 因为他也怕风险 经营人也把这个比较低平等的 像CCC这个等级 就是说这种比较低平等的公司债 他也把持股比例大幅降低 所以即便是这种非投资等级债 他的这个安全性 也在这段期间提高了 那但是你又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更高的利益 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比较好的组合 就是你有一部分的投资等级债 再搭配相对一小部分的 投资等级债 加上一小部分非投资等级债 那你又可以把你的平均值率 又拉得可以更高 那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假设明年股市都是一个 大概就是上下波动 但是其实最终还是没有什么 资本利的报酬的话 那看起来搞不好 债券你会在债券上得到的报酬 还会比股票更好 因为毕竟不管是美国也好 美国现在来看 S&P500明年大家估 各大这个资产管理估 公司来估明年S&P500的这个获利 大概可能就是零成长 或者是一点微幅的成长 那台股的话 明年的获利 有可能是稍微衰退的 那这对股市来讲就是相对不利 这不是代表说股市一定会跌 只是说他要有一个很大幅度的表现 或大幅度的反弹是相对比较困难 股市如果要大涨 可能要到2024年 我个人看法 就是股票上明年也许不会大跌 但是肯定也没有什么大涨动力 如果说经济是一个疲弱 企业获利不成长 甚至衰退的话 你说股市的真正成长动能在哪里 再加上今年已经大波断的反弹了 所以明年可能就是 像华尔街的大的投行 看就持平的行情 也不见得会大跌 可能就持平 但如果发生个什么黑天鹅 或者是说什么灰犀牛出来撞一撞 搞不好出现比较明显的跌 是也有可能 那当然再市的话 就比较看起来是安稳一点 这个我蛮同意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美国也知道再市不能再跌了 对真的 因为再跌的话 那真的就是会出市 其实再市比股市规模大很多 而且再市就是 这个国家财政的根本 这一波再市的上涨 已经回来三兆美金之多了 就是从56兆的 这个美金的市值增加到59兆 就这一个月 整个11月 再市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其实对美国再市的 流动性的环节有很大的帮助 他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先前叶人不是已经讲说 美国债券有流动性的风险 如果一旦这个流动性风险 真的不要康的话 那就不得了 所以他现在要用全世界的人的钱 来救美国再市 所以大家现在又拼命去买美债了 华尔街很会引导 真的真的 那你去解救美债 然后钱又回到美国政府口袋里面 有什么不好 所以他现在就让美元稍微弱 然后引导再市的这个走高 对 让美债持续下去 美国太会玩这一招了 真的很厉害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 都是靠美债在融通 他的财政的缺口的 所以没有美债真的是不行 他这个没有美债 比他那个十艘航空母舰没有 还严重 真的真的 对不对 美债是他最重要的武器 说难听点 这个就摆在那边好看 而且还能花钱 美债 那个航空母舰是烧钱的 没有美债了 美债是烧钱的 没有美债 航空母舰也没油 可以给他开出港了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就这样很了解说 为什么最近美元转弱 然后美债转强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要去缓解中国大陆 跟日本狂卖美债的压力 因为你去看 美国财政部公布出来资料 最近这几个月 日本跟大陆都狂卖 在狂卖美债 如果他们这样继续抛售下去 流动性出问题的话 那真的不得了 他抛售跟对手没有人接 美国也不可能 因为央行自己也要说表 全世界的投资人的钱去接 大家就拼命现在去买美债ETF 我去买美债基金 这个资金又回到美国的回报里面去了 帮你解决问题了 长期美国因为就是贸易赤字 就要靠这些资本流入来融通他 如果没有这些资本进去融通他 那贸易赤字怎么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票的上涨会晚一点 先等债势涨上去之后 股市再来 那这个美股再涨一波 美股再重新回到多头 资金又进到美股去了 又给美国这些科技公司 这些大公司运用了 对对对 这个这就是都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套路 长期来套路就是这样 美不美 太美了 太美了 好 那这样一讲 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这个振锋所说的这个套路 组合权是什么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请到 什么支付月刊 林振锋社长 谢谢振锋 谢谢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